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去死吧 是的 我听着那个拿扇子的人 武功不是很强 老刘为何一直在躲呢 看不明白 二十四 瞧善 阁下轻功卓越 剑势也广 只可惜 光靠着躲 是赢不了我的 赢不赢得了 走着瞧 六皇子的踏运步 比起当年更强了 但从他的身上 我感受不到一丝魅力的波动啊 难道老六的武功 真的全被废了 我已看穿你的步法 十招之内 你必败无业 那你就试试 雷门霹雳子 一颗让你们脑袋开花 二颗送你们回家 这一颗回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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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路上用得太狠 就这两颗了 你去死吧 干得漂亮 好 这道阎王铁 挥得果然漂亮 来 我和大师兄商量了一下 决定拿出我们各自的法宝 众你齐开得胜 拔得头重 什么法宝啊 我的两颗霹雳子 和大师兄的三道阎王体 可值一千两银子呢 这三日呢 就由我和大师兄 将你使用这火器和暗器 一个会着天下第一轻功的本 同时拥有着雷门的火器 和唐门的暗器 你说 谁能胜得过你 对 对 二十四桥膳 正面只有二十三桥 极尽风雅 背面只有一桥 明曰断 风雅以兮 只谈生死 不够负面 你究竟是谁 雪落山庄萧瑟 赢了你的人 雪月城 萧瑟胜 他 居然真的赢了 他不但赢了 而且赢得很漂亮 我看见过了 还有几年 这个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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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